我们接着讲啊 村里人相立相亲的 都像一家买了媳妇 全城人都替他家盯着 怎么跑 我恍然大悟 那天说墨华杀死了他两个亲生的孩子 是真的吗 我一脸疑惑的问 他说当然是真的 当时抢孩子的时候 墨华的手就捂在孩子的嘴上 几个人用力才抢过来 我赶到卫生室的时候 孩子满脸指示心 小脸上手印还在 我是看着孩子死的 那怎么不报警 他说报警怎么报 报了警 墨华肯定要被抓起来 毛蛋家就没有媳妇了 还必定会牵出拐卖妇女的烂事 人家家里不让报 谁去报呢 一个能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母亲 心里该有多大的仇恨 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谁说不是呢 村长喝口茶 头两年镇上开了几家洗头房 五块钱一次 村里的光棍汉都往那里跑 现在扫黄关了 这些光棍汉没地去了 天天在村里头偷鸡摸狗 打架声势 能烦死 拐卖媳妇这事上上下下都知道 没有人管 也不敢管 为什么呢 你想人家没媳妇 你村上乡上又帮不上忙 人家自己买个媳妇 你不让买 让人家绝后啊 段子绝生这事谁干呢 那就没点办法了吗 哪有办法 乡乡上的寄生专干说 全国乡下男的比女的多了几千万 只能打光棍 孔子说实色性也 几千万的光棍 你让他上面有饭吃 下面空熬的 下面的问题不解决 外卖妇女终是个事 这话犯计 实话难说 我们俩一阵莫然 日子过得挺快 一年后又见了侯主任 聊天就聊到了村长 就我问他最近怎样 侯主任愣了一下说 死了 那壮实的一个人死了 什么病啊 他说没病 我眼瞪的老大 侯主任长叹一口气说 被人堵死了 堵死了 谁堵死的 他说莫教授 莫教授对 他就是那个研究生莫华 莫华华的爹莫教授 我惊得嘴合不拢 侯主任说 莫教授两口子 把莫华华接回家 他已经得了严重的精神病 时醒时昏 加上长期被铁链子拴着 饥寒交迫 内疾已成 治病又不配合 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死前断断续续 哭诉了这些年 几次逃跑都被村里人追回来 再两条腿都打断了 每一次蹂躏他 都是家族的人 当众霸掉裤子 摁着他 让二旦上的 村里人都把他像贼一样防着 帮着二旦一家人盯着他 他求村里人没有一个肯替他寄封信 他找过村长 村长不仅不管 还背地里对二旦说 打出来的媳妇 揉出来的面 只要有了孩子就乖了 莫教授只有一个孩子 听了姑娘的遭遇 一月之间头发全白了 一天莫教授下班回来 家里头安安静静的走进书房 见桌子上一封信 用一大瓶装满剧毒的药瓶压着 是老伴写的 他说我走了替华华报仇 莫教授大惊冲向卧室 老伴穿戴整契躺在床上 身体扭曲两眼怒视 早已没有了气息 莫教授只感到一口血冲上来 昏死过去 醒来用颤抖的手 轻轻地揉着老伴的双眼 慢慢地把老太太的双眼合上 撕了遗书 藏毫剧毒药瓶报了警 警察法医鉴定服毒自杀 整个老太太的后事都是化学所办的 莫教授整日端坐在椅子上 不睁眼不说话 所理考虑到他的情况 让他在家休息 不用去上班 后来莫教授说 想出去散散心 所理很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莫教授已经把所理分给他的住房 转卖给了一个远房的亲戚 莫教授拿着这些钱 返回在毛淡他们村的镇上租了房子 通过多次的侦查 确定了村里进行用水 警卫子和每日用水量 计算出了向水警投毒的伎量 后来毛淡他们村里就莫名其妙的接二连三的死人 先是年老体弱的 后来年轻体壮的也开始死亡 村里人就恐慌了 开始逃亡 上面也重视起来 派了专案组进村侦查 恰好当时有一个重污染的化工厂在建 在这个村的上风口上 在采集了大量的空气 土壤和水源之后 分析的结论是化工厂重污染 不排除自人死亡 化工厂停产整改 人们陆陆续续的回来 新的一轮死亡又开始了 由于莫教授使用的剧毒是国内少有的 再加上专案组来时 他又停止了投毒 所以一直没有检测出来 第三次村民 村里人又逃亡了 村长为配合专案组破案 留在村里最后也死了 莫教授确认村长死了 便主动向公安局投案之手 留下了事情发生前后的全部相关资料 侯主任说完在场人都沉默了 这是2022年2月8号的口述 转啊 说这个花钱娶媳妇的多子多儿的事 是年前欢口正啊 就举说这个徐州这件事情啊 是年前欢口正正政府宣传部的小干部 为了宣传幸福乡村 幸福董村 多生多育的法治建设 董家正好符合此标准 精心制作的视频 发布抖音上 若干即啊 一个慈祥的父亲和勤劳的风向好男人 慈祥善良 孝顺勤劳 能干质朴憨厚啊 一系列 引来一帮好事的自媒体 拍了啊 没了拍的素材 发现有小黑屋 里面有蠕动 有个人 还有铁的声音响声 最后引爆地球 现是领导气晕 这个讲这件事情的公开爆发 是这样的一个 是偶尔吗 是我们讲共产党的弄巧成作啊 这里面我们讲到一个啊 这个事实我们就不讲了啊 其他都有了 我们讲到前两天我们讲到的 有人就问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提到了一点要有牛仔精神 信仰下啊 基督信仰下的牛仔精神 大家知道美国开发西部的情况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啊 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必须要有牛仔精神 个人的英雄主义 你靠什么政府啊 扯淡的事啊 我告诉大家啊 政府本来他不帮你 他本身就不干 他是维护自己屁股底下 我反正下个月我能发工资就行了 没有人去伸张正义的 那么为什么讲牛仔精神 加上赵物主义信仰 赵物主义信仰就是正义 就是正义 正义这就相当于另外国外拍了一个 欧美国家拍了一个叫狗正 狗正那个结果 跟这个情况啊 没说结果啊 情况是一样的 后来狗正因为那个女孩的父亲 所谓的人来讲他是黑社会老大 其实就是牛仔精神 牛仔精神当爹的就问女儿怎么处理 女儿也没作声 好像就是说杀掉 然后他就让自己的手下 过来把整个村子 不管老女老少全杀掉 因为他们都是共犯 都是共犯 所以这里面甲平蛙 甲平蛙讲这个村子就没了 所以网友讲 宁可不要 这样这样的村子就应该灭掉 这样的族群就应该灭掉 另外还有一篇东西 我们看一下啊 还有一个 讲到了应该是在美国的啊 我应该是美国是哪里的 一个家长 他就问自己的孩子 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那篇东西在哪 我们看看能找到吗 那句话 我们大概是这样意思 问的就是用了甲平蛙 甲平蛙这个 我们以前说成甲平蛙了 出来甲平蛙 谢谢网友的纠正 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一点 跟你儿子讨论这件事情 儿子还小 大概几岁 五六岁 七八岁 在美国就自由开放 孩子就想像这样的 就应该灭掉 坚决反对 那他说为什么 他就讲到了 他说你 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 没有媳妇 你就可以奴役人家 就把人家当性奴一样的对待 那么将来人家要长生不老 说要吃孩子 你是不是要把孩子也给喂给他们 这一下老爹就没话可说了 听懂了吗 这个道理很清楚的 如果将来有你想要长生不老 找个理由 你像这种杀人是不能有任何理由的 奴役人是不能有任何理由的 大家活在地狱里面 地狱里面是没有底线 一层两层三层十八层地狱 怎么办 那就是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里面从上到下 不仅仅是这个村子人有罪 整个封县 领导干部都有罪 整个徐州市有罪 整个共产党有罪 反过来烟火下去 如果按照文明的标准来讲 这个族群有罪 这个族群有罪 所以而且现在的共产党徐州又找理由修路 然后又把据说把两个女孩 过去生缘的女孩给刑拘了 找个理由 然后他们就报警 报警就把他们给刑拘了 我们讲到 说他们刑选之事 所以我们讲这是一个整套系统的犯罪 整套系统的犯罪 绝对不是说一个个别现象或某一个问题 他也就是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中国这块文化的东西 要扔掉 你没有这样的文化支撑共产党 怎么能够带得住 你可像儿子刚才那个故事里面 来了几百个农民 这跟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 有什么区别 一点区别都没有 共产党就是鼓动这样的农民 说人家抢你土地 整个村子就来跟你拼命 那我们说地主环像党要回来了 所以赶着一些人上山 手里捏两个手楼弹跟人拼命去 所以国民党的军队 胡连 昨天我们讲的胡连怎么能够开枪 杀的都是同胞 这就是说你没有信仰做支撑 严格来讲到那个时候 该干就得干下去 你不干所以你就得淘汰 你把自己的士兵的年轻生命 就送给了他们 知道吧 什么叫人海战术 蚂蚁战术 蚂蚁战术 没有别的 就像如果是这样的话 能得逞 就没有现在的美国 当初的美国的牛仔精神 美国到西部开垢的时候 面对的印第安能是怎样 跟这情况是一样的 蚂蚁战术 一窝蜂全上来 怎么办 没有投降的余地 我们讲到你不把自己当人 那就灭掉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些事情 大家要明白这道理 绝对不是股价 这个时候不是说你是大爱不大爱的问题 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了 只有当他们放下这种力气 改善一则的时候才可以 所以文明不是谦让 文明不是柔弱 柔弱的人是不可能配有文明的 提醒大家 柔弱的人是不配有文明的 所以宁为自由死 绝不为苟且而生 大家知道了这个概念 所以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 所以他就勇敢不起来 也不可能坚定起来 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 好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